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是日本侵华那段时间 可以说是没有书读的 还经常是要走难 我老巴子在自己家里来教 找七个小朋友 还要附加 还要教 他说有一句 自乃人之依观 所以我就知道永远 梁卓的母亲十分重视中国文化 时常告诫子女要读好书 写好字 梁卓正是在母亲执着的教导下 才得以在殖民时代的香港 始终坚持习字 那时候就是 你知道香港始终的书法 都是正式是沙漠来的 很少人重视 因为重视英文的 没有重视书法 梁卓尊研书法 其实是在将近退休的时候 之前他更喜欢摄影 他和几位朋友 还曾在香港办过一个摄影展览 其中有的题字 是梁卓用毛笔字写的 我写就是用毛笔字写的那些 有一位大学的教授 我不认识他的 他不认识我的 他看完之后 在《大公报》 发表了一篇评论 《大公报》 素媚平生的教授 基于这样的肯定和欣赏 让梁卓产生了继续深造 以提高书法水平的想法 有意思的是 梁卓到香港工会联合会 举办的书法培训班 报名学习书法时 却意外成为了书法老师 你来做什么 我来报名学书法 有没有搞错啊 他说老老实实 他说我刚刚就是想开个书法班 他说你不如跟我开个书法班 更好啦 梁卓想到母亲 关于练好字 就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的教会 就义不容辞接受了教书法的工作 一教就教了二十几年 直到现在 中国的书法真是博大精心 真是现在 自己知道现在 教了别人夜几年自己去努力 知道现在越学就越害怕 越学越害不够了 因为太深奥了 真的很深奥 出于对学无止境的深刻体会 梁卓为自己的书斋 取名墨苗斋 只在以苗玉籍 提醒学生不能骄傲自满 我有我的用意 我为什么会这样墨苗斋呢 因为老师 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墨苗 都是一个苗 一个初生的苗头 老师是墨苗 你又墨什么呢 你是墨桥木啊 那你可以自可想而知 所以我就是 所谓有意就是 让他警惕一下墨苗 但是你不要看叉墨苗 他今天是苗而已 明天他日可能成为桥木 不出奇啊 梁卓的这份执念 源于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他坦言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但自己愿意做一头开荒牛 尽全部能力去推广 以前是港英的那里就是植物地嘛 你学到书法 无用无知地 所以他的罪精会神 在那里是英文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的曙光 后着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但希望我们大家齐齐努力咯